现在正在进行训练的是2021年6月刚刚结庄的轻型自行门桥 军事行动中如果前面有水域障碍 如果不超过20米我们就加一座骨桥 或者超过20米我们就是加多艘门桥连成一片 这个小小的连接销分为挂钩和锚钩 拼接时挂钩中拥有缝气 可以抗衡水流的冲击 这款新型自行门桥既可以单结曹渡运载 还可以多结拼接又能组合成湖桥 还可以快速装配成码头 更为突出的是它拥有更好的机动性 传统的制式门桥在水上和陆地行动 需要汽艇或车辆牵引 在遇到不达地段时 很多情况下就很难直达第一箭 而在抢险救赛的现场 道路严重受损 装备无法进入和展开 往往是救援人员需要客服的最大张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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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